觀眾我們繼續帶您關心北檢的最新情況 就在今天上午的10點50分 北院是召開了台北市議員應小微的嚴壓停 那從10點50分開始一路到了下午 總共是耗時一個小時又15分鐘 這個停訊的過程中可以說是非常的快 那應小微也預計在今天下午5點鐘來搭乘求車離開 另外其實不只是北院有動作 北檢今天也是動作頻頻 包含的是約談了一名證人以及一名被告 那證人的部分就是我們先前為您揭露過的 七龍市長謝國良 那謝國良就是因為他先前在柯文哲的USB裡面出現了名字 而且後面還記載了兩百萬元 所以說才被這個檢聯給約談 那今天在北檢復訓之後 謝國良也有出面受訪 只不過他其實是不斷的提到這個七龍淹水的情況 針對這個精華強案他是表示偵查不公開 所以沒有辦法來對外說明 等於好像受訪了又好像沒有講什麼 再來的話則是這個被告的部分 就是這個木可公關公司的董事長李文娟 李文娟呢其實先前就已經被這個檢方給約談過了 就是因為假障案的關係 那今天呢再度的來遭到傳喚 那其實李文娟呢在今天一早就已經抵達了北檢 只不過呢他的這個行蹤呢是相當的神秘喔 在場這麼多的媒體呢 今天都沒有捕捉到他的身影 甚至呢在中午結束這個賦訓之後呢 其實李文娟離開呢也沒有任何人來發現他的存在 所以說他今天一整天的行蹤都相當的神秘 不過今天呢他被北檢再度的來傳喚呢 就是要來釐清假障案中相關的金流喔 尤其呢木可公關公司現在呢 可以說是在風口浪尖上 因為非常多的金流呢 跟一些包含假障案 金華城案很多的金流呢 都是匯入到了這個木可公關公司裡頭 所以說李文娟現在的角色呢真的是至關重要 那北檢呢今天其實不管是岩鴨庭也好 還是這個約談的動作也好呢 都是雙管齊下 顯示整齊案件呢 其實目前呢都已經進到了一個深水 都已經進到了一個深水區 甚至是尾聲的階段 究竟何時會起訴 我們都會持續來為你做關注